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三父看有户农家院子挺宽敞的就进去避雨 附近村子里的人一向不敢怠慢男三父 主人很快出来请他进屋坐 显得很拘谨局促 十分恭敬 男三父到里屋一看 原来是一间斗室 他坐下后 主人先是拿起扫帚 殷勤地到处打扫 接着冲上蜜水当茶 男三父让他坐 他才敢坐下 问他姓名 他自称名字叫廷章 姓窦 没多久 端上酒 煮了支童子鸡 对客人侍奉得非常周到 窦廷章 有个刚成年的女儿 在灶下做饭烧菜 不时站在门外 稍稍探出他的上半身 看上去年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端庄美丽 没人能比得上 男三父 怦然心动 雨婷回家以后 还是念念不忘地想着他 过了一天 男三父准备了两米不薄 去酬谢窦家 借此进一步接近 这以后 他常去窦家 有时带着韭菜 谈得近乎 流连忘返 窦女 渐渐地和他熟悉起来 不怎么禁忌躲避他 常在他面前走动 男三父瞅他 他便低头微笑 男三父更迷恋他了 三天两日地往他家跑 一天赶上窦庭章不在家 男三父来坐了很久 窦女出来陪客 男三父抓住他的手臂 要行非礼 窦女又羞又急 严厉地拒绝他说 我虽然贫穷 也要正当婚嫁 你为什么凭着门第高贵 就无理欺辱人 当时 男三父正死了妻子 就向窦女做了个依 说 如果能获得你的爱恋 我一定不娶别的女子 窦女要他发誓 他指着天上的日头赌咒 表示永不变心 窦女才应允了他 从此以后 男三父瞅着窦庭章外出 就来和窦女私情缠绵 窦女催促他说 优惠偷情 不是长久的事 我家每天都在你的阴蔽之下 如果你肯恩赐联姻的好事 父母必定以此为荣 该是没有不同意的 你要早做主张啊 男三父答应了他 转念一想 又觉得农家女 怎么能配得上自己 就暂且托词 把事托着 这时 正遇上没人 来给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提亲 开始他还犹犹豫豫豫的 等听说女方长得漂亮 又有钱财 主意就定下来了 窦女因为已有身孕 催结婚催得更急 男三父就干脆绝技 不到他那里去了 不久 窦女临产 生下一个男孩 窦亭张大怒 拷打他 窦女把实情告诉了父亲 并且说 男三父答应娶我了 窦亭张这才饶了女儿 请人去问男三父 男三父当即推卸不承认 于是窦亭张便抛弃了婴儿 对女儿打得更凶了 窦女暗中哀求林家妇人 要她把自己的苦楚 告诉男三父 男三父听了也不放在心上 窦女夜里逃了出去 看看被丢弃的孩子还活着 就抱着他去投奔男三父 他敲门 告诉看门人说 只要得到主人一句话 我就可以不死了 他即使不替我着想 难道也不替他的儿子想想吗 看门人 把窦女的话 全部转告给男三父 男三父却警告他 不许放窦女进门 窦女依着男家大门 悲哀地提哭 直到五更天 才不再听到她的哭声 天亮后看时 他怀抱着婴儿坐在那里 身体已经僵硬了 都听张非常气愤 到官府诉讼 官府里都认为男三父太不道德 想要治他的罪 男三父害怕了 用一千两银子上下打点 得以免罪 那大户人家做了个梦 梦见窦女 劈头散发抱着儿子 告诉他们说 你家女儿一定不要许配复新郎 如果许了 我一定要杀死他 大户人家贪图男三父有钱 终于还是把女儿许配了他 男三父迎娶以后 新娘嫁妆丰盛 相貌也美丽 但总爱悲悲气气 整天看不到他一丝笑容 枕袭之间又常是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问他也不说话 过了几天 新娘的父亲来 进门就掉泪 男三父来不及问原因 扶他进了屋 他看到女儿惊恐地说 刚才在后园里 看见我女儿吊死在桃树上 现在房中是谁 女子听了她的话 脸色突变 倒在地上 死了 看她 却是逗女 急忙到后园 新娘果然已经自尽 他们惊恐极了 派人去告诉窦庭章 窦庭章打开女儿坟墓 只见棺材开着 尸首不见了 他先前的恨还没消 如今更加悲伤愤怒 就又告到官府 官府因为这事儿 尽于虚幻 难以给男三父 拟定罪名 男三父又给窦家 送厚礼哀求停止起诉 了结官司 官府也受了男三父的贿赂 于是把案子撤了 然而从此以后 男三父家 渐渐地衰落下来 又因为怪事传播开去 多年没人敢把女儿嫁给他 男三父不得已 在一百里外的地方 聘曹进士的女儿为妻 没等迎娶 逢民间谣传 朝廷即将选良家女儿进后宫 因此有女儿的人家 都急着把女儿送归夫家 一天 有个老妇人 引着一城轿子来到男家 自称是曹家来送女儿的 他扶着曹女进了屋 对男三父说 选嫔妃的事已经很急了 时间仓促不能按礼节办 姑且送小娘子来 男三父问 怎么没有客人来 老妇人回答说 有点微薄的嫁妆 随后就到 说完 匆匆忙忙走了 男三父看女子也还风流标志 就和他调笑 女子低头翻弄着衣袋 神情极像逗女 男三父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又不敢说什么 女子上床 拉着被子蒙住头睡觉 男三父以为 这是新嫁娘常有的情态 也不在意 到了傍晚 曹家人迟迟不到 心里才怀疑起来 掀开被子问那女子 谁知 她已身体冰冷 断气了 男三父惊差万分 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派仆人骑马通知曹家 曹家竟然没有送女儿 到男家的事 这事传了开去 一时成为奇闻 当时有个姚笑脸 女儿刚下葬 男三父家出怪事的前一夜 被盗墓地打开坟 撬开了棺木 尸体不知去向 听到这奇闻 到男家厌看 果然是他的女儿 打开被子一看 女儿全身赤裸 姚笑脸大怒 写状子 告到官府 官府因男三父 总是行为不端 比拨他的为人 就以绝坟路施的罪名 定了他的死刑 一时是说 开始勾引人家的女儿 后来娶了她 这已不算道德 更何况当初信誓旦旦 后来又抛弃了她呢 在娘家被责打 她不理睬 上门哭诉 她仍然不理睬 有多么残忍 到最后得到的报应 也比 霍小玉传里的礼仪 惨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可能是否有了 我会认识 给你 感谢观看